刘志浩 男二十岁 山东人 德州职业技术学院大专 触控应用专业 现场的12位BOSS 300HR专家 拖累老师以及台下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刘志浩 来自浩克山东 趴吉之都 山东德州 我是一个不甘于现状一直努力提高自己能力的人 大学期间一直重置多种兼职工作 有做过洗碗工 酒店前台营兵 也卖过猪肉 也做过影城的运营和售败工作 也自主创意过花卉绿植生意 这些兼职工作让我感受到了生活的不容易 同时也锻炼了非常多我的能力 所以我现在是专注做好一件事 专家才能成为赢家 谢谢大家 谢谢老师 您好 非常喜欢您 我这应该是称赞你穿的时尚呢 还是乱穿呢 我有买西服 但是呢 是条纹的 有准备 然后非常对不好意思给大家 非常不好意思 九分裤挺时尚的 没有 裤子短 我腿长 没有太合适的 这痘痘鞋挺时尚的 跟衣服正好形成了呼应 谢谢您 您很有眼光 真的 说得好 你们俩这说相声呢 这袖子怎么这么短 这长个了 去年买的这个 胳膊长 二十 哦对 二十岁还在长个儿 男人能长到二十六你知道 我不要长 现在就可以 我感觉 现在就很好了 再高点不好吗 我床就短了 真是说相声 我发誓 我没见过他 还是你 你还没排练过 你挺幽默的呀 谢谢您 换一种方式 他在简历当中写到 说自己是可以速高的九五后 什么意思 塑造型非常高的一个九五后 我认为我有着一个很好的学习力和执行力 然后就是塑造型很高的九五后 你到底能速成啥样呢 要看我自己的努力了 对吧 今天的简历当中 其实大家很多人对这个刘志豪是不看好的 对吧 一个大专身 而且是学的一个具体的操作专业 而且成他的工作简历当中 看起来也做的不是什么高大上的工作 但是孩子上来以后 几句话一说 所有的人开始对他产生好感 你是德州职业技术学院大专专业 对 学的是数控应用技术 对 这应该很好找工作 对 确实好找工作 我年前的话在深圳有五个月的实习工作经历 但是在工作经历过程中发现我的性格不是特别适合 我因为比较枯燥 然后但是呢 技术方面学的还是可以 你耐不住寂寞 有时候会 但是还是比较沉沉住气的 当你耐不住寂寞的时候 你在想什么 我在想我今后的人生该如何走 如何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工作 如何成就自己和发展自己 你没有想过谁陪伴你走过一生吗 有想过 他应该是个什么样的人 首先呢 非常简单 朴实 善良 和我一样 孝顺就够了 这个人出现了吗 出现了 这个人已经出现了 对 他在济南在上学还在 谈了有快一年的时间了 那他就快毕业了吗 没有 还有一年多吧 那你是不是今天应聘就要在济南 不 北京深圳还有适合我发展的 你怎么这么想离开他呢 男人不能被一个女人拴住 但是你爱他是可以的 说那么好听 是人家压根没想拴你吧 我俩非常感情也很好 因为彼此都非常的喜欢和支持 然后也非常的有感情基础的 我不信 你跟他表白个我听听 他名字叫什么 小明 华 跟华表白一个 亲爱的华 今天很高兴站在咱们天津卫视 非你莫属的舞台 然后也有这个机会向你表白 就说一下对你的心里话 其实再好的缘分也经不起敷衍 再深的感情也需要珍惜眼前 情可以平平淡淡 人凑我不能再现 好 我会一直地陪伴着你 我会好好努力给你一个幸福的未来 和幸福的家庭 我相信我们会一起奋斗一起努力 开阔出一片天宫 华 我还会像以往去爱你 你这不是说的吗 我也跟华说一声 如果你想不开 欢迎来爱心保卫站 好 希望不会有那一天 但是如果来 还是很希望能够见到你 他有一个优点 就是当一般的孩子上来之后 当大家发现他的幽默感的时候 然后大家一鼓掌 然后他就开始疯了 就开始夸大自己的幽默 然后就不正行了 他很好 他一直保持那种很踏实的状态 干过很多职业对吧 对 兼职 然后上学的话也很弄 还卖过猪肉 对 卖过猪肉 就从卖猪肉先说一下吧 是三四年前 那时候也是在德州一家酒店 做前台迎宾 和一个姐姐在聊天过程中 说男孩子你应该去闯 要去大城市 他这句话我听到心里去了 但是我没有机遇 然后他说他有个亲戚在北京卖猪肉 经过介绍第一次来到北京 然后老板呢也非常的认可我 认可你啥呀 叫卖能力和售卖能力 我叫卖一个我试试猪肉 过年吃早的吃猪蹄啊 马年行大运 就给他一种好的感觉嘛 对吧 他就附加值就买咱产品了 行大运嘛 吃猪蹄又行大运啊 为什么吃猪蹄是行大运呢 马年吃猪蹄挠吃挠吃嘛 过年北京挠 第二年好多蹦的蹦的 觉得苦吗 苦三点半 从昌平到北京的二环 有个龙潭湖的市场 三点半就起也非常的困 然后的话冬天也非常寒冷 寒假嘛因为是 因为手都非常冻的话 切猪肉的话才是也不熟练 因为就手上伤疤嘛 也是当时候拉的 但是感觉了非常不容易 其实也锻炼很多能力 卖完猪肉以后去哪了 之后的话就回德州了嘛 回德州进入了正常的那个上学嘛 经常了上学之后就做一些兼职 就是干锅拉鸭头 做终点工 白天上学放了学之后 我就自己骑我电动车 去做这个兼职工作 差不多一年 风里雨里嘛 然后其实锻炼了我一种能力 用四个字来概括 第一呢 首先是稳妥 第二是周全 周全的话 我感觉应该是对于顾客来说 比如说我们那里那特色餐厅 不像咱们北京的酒店 有烘干机 有毛巾 那里没有 但是有顾客洗完手呢 比较湿 只要我看到了 他一转身 我的餐饮指就递了他的手边 比如说有抱小孩的顾客来了 只有还没准备要坐下呢 这时候婴儿移 我就已经给他搬到身旁了 真好 然后还有是周全是 对老板安排的工作做事 然后一年多我要走了嘛 平时得每个月多给我开些工资 表示嘉奖 最后给我说了一句话 其实志浩啊 我是挺不舍得的你走的 这一年工作段成中 确实让我省了不少心 但是我认为年轻是学能力的时候 比如说管理各方面 销售各方面 好 两位看一看他的情景资料 来 这是我大学期间做兼职的一些情景资料 我认为这些兼职工作 锻炼我的一个执行力 学习力和亲和力 以及组织协调能力和一个行销力 好 下一张 这是我自主创业花卉率以及生意 采用的营销模式是线上销售 线下配送 客户来源的主要是线上微信推广 线下低推 以及一个口碑的销售 涉及两个领域 家庭和商业 其实这个对我能力非常有一个锻炼 我的优势不足以及未来的定位 首先优势 执行力是第一位 比较实干和踏实 我因为我有一个好的亲和力和学习力 沟通能力和行销力 不足呢就是自我认知还不够强 自己的学习能力有 但是学习方面还不足 定位呢就是专注做好一件事 未来想待营销或者讲师类行业发展 谢谢大家 你今天来应聘什么呀 应聘讲师助理或者销售类的岗位 以及可以为企业创造价值的 哪个是第一意义项 第一意义项 讲师 讲师是我的梦想 为什么想做讲师 首先我喜欢把有价值的东西分享给大家 同样我也很享受这个舞台的感觉 我觉得你口才真的不错 您说不错了 那很有眼光 要求薪水多少 薪水的话 三千五 三千五 很低调啊 没有地域限制啊 北京深圳首选 其他如果适合 济南不首选 济南的话还是感觉有点小 华 你看错人了 第一环节其实他整个的表现过程 不断地在里面加速 虽然在这里他好像是在插课打混 但是我注意到 他的每一句话都是非常地认真的 非常地真诚的 真诚永远是最伟大的力量 所以我就下定决心 不要留灯 不要看他其后的表现 第一轮选择曲火灵 问问题问的最多的人最早灭灯你看 还有十一盏灯 我跟他说一下你为什么灭灯 我真的很喜欢他 我觉得他真的是非常地实干 我觉得未来也很有潜力 但是我们公司真的没有比较合适的岗位 但我觉得火星非常地适合 行 天生我有财 你在工作中如何展示自己的主动性 A 时刻注意自己的绩效 不时给雇主惊喜和提醒 使同事容易开展工作 B 表现出强烈的工作热情 不必在意单位政策和规章制度的限制 选A吧 为什么 首先呢 因为我非常注视自己的效率 又就是能不能穿到价值 你观察很仔细啊 把脸朝这边 朝这边 朝这边 今天是二位老板有几个女的 三四位差不多 到底几位 别说话 对 四位没错 你个撕撕撕撕撕撕 还没说完 接着 四位女老板几个长发 几个短发 我都没好意思看她 她说自己观察很仔细呢 人穿全裙子 她这个是故意说的 她一定是故意说的 今天这不例外吗 她是故意说的 谁啊 她 她是故意说的 你这么懂她 她为了圆她的场 她刚才说了 四位女老板在上面又没仔细看 不好意思 所以她故意说 你这么懂她呢 来 你们有没有不同的答案 有选这个B的有没有 她几乎指向性非常强 就是如果要在一个正常的职场下 大家都会去选A的 选B的是那种 极其的对于制度不在乎的那种人 可能他会出圈的那种人 或者目的性极强的人 也有可能的 这个人真的是天才 他可能提出 能提出这制度不合理的地方 他就勇于说出来 我倒觉得 选A才是那个目的性特别强 这样展示这个主动性 我觉得这个附加的这个条款太多 来 三位老师这道题考的是什么 这个题目实际上是看她在职业中 或工作中她更在意的是什么 是在意的结果 还是说在意的一个评价的一个过程 给你点建议 你从上场之后很欢乐 很喜庆 大家都很喜欢你 你愿意做销售是吗 其实我感觉 讲师首选 我看到了 你做售后服务类的工作 会非常合适 让人很舒服 售后服务类的工作 也不见得就没有什么很好的 就是你所想象的那种职位 也有很高端的职位 你想一想 你很适合 你这样好不好 来一次演讲好不好 你不是想做讲师助理吗 我给你两分钟 你想讲什么讲什么 这个命题就是我很帅 首先这个命题 我就骗了自己 其实我相信 大家的眼睛都是雪亮的 肯定帅的话 肯定是不帅的 但是我内心 是非常有人格魅力的 因为我相信很多 也有一些 都是喜欢我的一些幽默感 比如说上进心 和踏实实干 我认为我帅的话 是帅在内在 不是帅在外在 但是这是爸妈给我的 我非常的感谢 爸妈不但给了我 一个小小的生命 还给了我一个温馨的家庭 谢谢大家 好 张老师分析一下 他的性格吧 我特好奇 好 对 我们看看 这么优秀 从来没有四个达到较高的 对 外向性比较高 这个我们已经感受到了 这也是一个 比较有责任心的 一个小孩 他的技能这块 愿意务实地去做事 这是他的一个特点 敢于去摸索 去创新 做一些事情 志浩同学呢 自我评价 得分 比较高 虽然他学历不高 但是呢 他的 今天在台上的表达逻辑性 还是非常清晰的 特别是在 为人服务这块呢 他有很好的敏感性 他先能够观察到 人家需要什么 这是高情商的一种表现 好吧 谢谢 今天除了那个该死的话 可能会爆灯的呀 今天 你又想我拿红包了 一会儿给我 好 三会儿发给你 来 第二轮选择 去火流 还有 我们来听见他们推进的职位 从韩虎开始 先从 火源营销的客户部开始做起 好 工作地点在北京 好 谢谢 韩总 给你提供的 就是你默默以求的 讲师的职位 然后先从讲师助理做起 银湖时代呢 给你提供的是 这个智能工装 智能手持终端的销售助理 好 谢谢 工作地点在北京 好 我给你的职位啊 招生培训的经理呢 现在需要有一个 助理的岗位 可以提供给你 好 谢谢您 给你提供职位有两个 一个是我们的 培训部的助理 第二个呢 是有个投资顾问 工作地点在北京 好 谢谢您 我给你的职位呢 培训的读导 好 谢谢 工作地点在北京 我们梅尔摩医院呢 有两个部门 一个是市场部 一个是客户服务部 工作地点呢 在北京 而且呢 是有宿舍 好 谢谢您 欢迎您 您对我的赏识 床要长一点 剩下来的 七盏灯当中 灭掉五盏 留下两盏 应该蛮好选的 好 是没有 谢谢您的赏识 再灭一盏 谢谢您 非常地有气质 谢谢您的赏识 有请 韩虎 贺东东 谈钱扑上感情 说了半天 你就留了个漂亮的呗 对吧 我还以为你很朴实呢 来写下你们的薪酬 解释一下没办法 公司起步就是这个价 那您是说我不值这个价吗 不是不是不是 不是这个意思 没有意思 我喜欢 他的意思是给低了 来 可以问一个问题 那两位老总 可以提供食数方面吗 来 包吃吗 我们没有提供 包住吗 我们有宿舍的 而且现在刚刚好 有一个房间是单人间 床长吗 足够长 足够长 来 把另外的灯亮起来 来 有没有薪资超过于6000的 我们是5000加 把灯都灭了 考虑10秒 选择最后的那个企业 好吗 好 可以 来 10秒 梦泉 五月 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梦泉 因为有家 这个也是奖师 将来的规划是 在奖师行业 或者销售行业 做一个好的发展 然后向引导城发展